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今天是中国当地事件7月20日 在7月17日 中国的国家的微博大V发文提到 西安某地产人下海拍黄片 被同事认出 射死了这回 也从侧面说明 地产行业今年确实不容易 在7月20日 微博绅士兔哥发文提到 网传西安地产人下海拍摄情片 被同事认出来了 房地产已经难到这种地步了吗 附上的第一张图片显示 一男玉女会面的场景 第二张图片显示 微博网友无风无雨 无天情发文提到 西安地产人下海拍黄片 有几问题没想明白 一 这个新闻急诊室 被一个金氏博主给爆出来 二 曾经高高在上的光宣亮的地产人 是因为现在活得太惨 还是因为爱好和兴趣这么干 三 到底是地产真的多 还是拍黄片真的多 四 两个工作属性真的是想通的 都是销售钱都是卖的 五 凭自己脑洞不偷不抢 应该给予这种行为点赞 并且有一系列图片资讯 第三张图片资讯显示 有人发问题的 蜡眼睛 有地产人下海拍A片呢 真的地产人 有的可能认识西安这小子昨天上了全国地产圈的热搜 真是火出圈了 真是大胆呀 就不怕警察照片子抓人吗 并且附上了相关图片资讯 第四张图片资讯显示 西安当地媒体发文提到 西安地产圈一位置业顾问下海拍A片了 微博朋友圈几乎已经刷屏了 地产行业现在这么难吗 知悉这个下海的地产人是西安地产圈的 之前是某项目的置业顾问 圈脸还有很多人认识他的 有人在无意间看到了网上的视频 还是麻豆传媒的分店传媒出品的 有几个地产人利用时间 抢先看了一下这个视频 发现这里面的主角还真是自己的认识的那个质业顾问 中国的网络中出现搜索关键词 西安地产人 地产人下海 爱豆传媒 猫哥 西安地产 上海孙老师 针对此事我们查醒到中国的官方媒体 凤凰网房产 在7月18日曾经发文提到 据中国新闻网7月16日报道 记者一名网红发布视频 讲述自己被遭黄谣后报警 起政及保全政绩的经过 这网红称此前有不雅照片在网上流传 有人执政其中的人是他 这些照片被大肆宣传 甚至有人借此牟利 为了起政取卧底进入一个收费的吃瓜群 利用区块链证据保全技术 收取证据 并前往公证处进行公证 同时要求相关账号主体 赔礼道歉 视频发布后 引起了网友热议 不少网友对其起政 追责的行为表示鼓励 截止到现在为止 未有查醒到 有关设施本人或相关机构 作出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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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